美中两国会在明年有三大难关 主要呢其实包括了 第一是两岸问题 第二是美选 美国总统大选 第三还有就是晶片冲突 那讲到这个晶片冲突呢 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还是挺硬的 好像这个贸易战科技战 仍然不会有要任何结束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我要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大使因为其实呢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讲到了 就是明年有美国总统选举 其实明年的1月台湾也要选举到 那在此时呢 习拜会其实都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看到到现在12月20号的这一天 美国媒体还发了个独家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谈到什么 说在这次的这个两国的领导人会面时呢 习近平很直率告诉了拜登 说北京当局将会让两岸统一 只是还没有决定时间表 那么甚至呢也谈到了对于选举的关切 那中方官员在峰会前要拜登在会后声明 表示美国支持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 不支持台独 但是呢白宫 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那么白宫的这个发言人Kirby呢 事后被问到他就说 其实习近平对统一的渴望不是新鲜事 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片面改变现状 好这一段我其实有点不太了解 我想特别请教这个介大使的意见 因为呢他说他是引用美国的一些官员的话 然后就说是中方提出了一个什么样要求 但是拜登没有答应 说什么呢 说有先请美国要表态支持 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 而且是要不支持台独 但白宫拒绝 第一不支持台独这不就是美国一再强调的吗 可是为什么会说是美国拒绝呢 然后你说美国有 不要统一或和平统一吗 美国的立场不是也就是 也没有反对啊 但是他有个前提嘛 就是你人民 台湾的人民愿意同意 那么其实美国也没有反对啊 这是美国所释出过的讯息啊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要讲 讲说好像是中方提出了要求 但是美国不接受 然后在这个时候还说 这可是他们美国媒体的一个独家消息 其实这个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方面的 就是说习拜会的时候 中国办公方被新闻稿提出来的 就是说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不支持台湾独立 然后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然后中国一定统一 中国必将统一 这是中方大陆的 那美国方面也没有提这些这么细节 美国只知道 就是说一个中国原则 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就没有说要支持中国大陆 协助中国和平统一 那这些 所以他的讲法 我觉得有一点笼统了 这个路透社 他没有那么精准 不过他讲这个三大问题 就是美中在2024年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两岸的问题 其实两岸问题 他这个假设是说现在因为主张独立的双毒 这个赖消配这个双毒组合 是为将来会造成美中的冲突 因为这个双毒 中国大陆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两岸会进入动荡期 美国也会扯进来 那这个前提就是说 这个选举的结果要看似如真 真的是双毒上台呢 还是这个Holkong上台 那这个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也就是这个报道 其实也坐实了我们一个看法 就是说如果双毒上台的话 两岸就变成兵凶站委 对就接近等于说 要进入下一期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激烈的冲突了 那美国也没有办法自身事外 所以其实从这个论述里面 我们就看出来 其实两岸的关系 现在的关键才在台湾的选民 对真正的关键掌握在台湾人民手上 而且在选票 你如果去支持双毒组合的话 那你就准备兵凶站委 那如果去支持侯康佩两岸立刻怎么样 云开这个天阔 然后冲出阴霾 我认为就是立刻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那现在所有的危机 可能所有的担忧 就会因为不同的人的当选 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论点 不同的结果就不同的命运 不同的命运 所以从这个论点就可以证明了 我们讲的一直都没有错 就是说如果是今天民进党当政的话 票投民进党 台湾变战场 这句话这是这个这个 这个好路透社这篇报导就做死了 要证明了我们过去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你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一样如常的开了年终记者会 在这个里面侃侃而谈 细数在过去这个身为一个国务卿 做过了哪一些什么 拜登政府的一些成绩单列表出来给大家看 结果呢他谈到了很多啦 然后又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这一句 他说美国将继续以强势地位与中国接触 他能够再继续以强势地位与中国接触吗 那现在还是用强势的地位与中国接触吗 好这是我请教您 再来美国现在说跟G7啦欧盟啦很多的盟友啊 他们都更加的紧密了 真的是这样吗 在G7峰会在召开的时候 当时你说G7的成员里面难道没有不同的意见吗 然后又说现在要深化北约 与我们印太盟友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然后又谈到了台湾海峡啦 东海南海和平稳定等等 这个蔡委员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真的是现实的状况吗 提教您 布林肯可能是最近除了蓬佩奥以外 美国表现最差的国务卿 他赢过蓬佩奥最后给他恭喜 超越了 年终啊他这个记者会 难免会把自己的功劳稍微宣传一下 我们就祝福他 可是你很明显从阿富汗他怎么处理 乌克兰他怎么处理 以色列他怎么处理 中国他怎么处理 他乱成一团啊 美国是不是强势国家 这一点我不否认 第一个他是全世界GDP最大的国家 他是全世界军事力量最大的国家 然后他是全世界控制盟邦最严的国家 这一点我都不否认 但是都在衰退中啊 因为中国追上来的GDP追上来的 中国如果用这个购买率平价的话 整个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了 现在中国要努力的是什么 是我的人均GDP要怎么样 要超过你美国的一半以上 提高老百姓的生活 这是中国领导者现在最急切的事情 那科技呢 好像也没有差很远哦 你的AI好不好 中国也许现在只能赶到AI3.5 还赶不到AI4.0 好吧 那差距也在缩小 那对于说他用强势地位 有啊怎么没有啊 强势地位有啊 就是派到台湾海峡来巡的飞机的班次 越来越少啊 飞机越来越旧啊 军舰越来越旧啊 这个的确是 的确是 那他中国也没有派军舰去 他那个什么墨西哥湾啊 加利福尼亚州巡啊 没有啊 他都觉得你看 我敢去你不敢来 所以你看我强势地位 那如果这样解读 OK啦 那南海的问题呢 南海问题你还行吗 中国已经告诉你了 我从新疆发射的导弹 可以直接大到南海的那条船舰上面 新疆青海发射的 那美国敢是敢挑战吗 就是嘛 那只是双方面大国之间爆发冲突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双方面各特别 现在美国在这方面啊 自己很清楚 他拜登要竞选 连任已经遇到天大的困难 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制造麻烦 所以中国也不要以为 美国在示弱 或者美国在善意 美国是一个很容易抓狂的国家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